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總統大選已經進入到白熱化的階段 在昨天特朗普出席維珍尼亞州一場會議時 公開批評說如果拜登真的成功上台 美國將會成為中國的郎中之物 至於較早前 民主黨在他們黨綱裡刪除了一個中國原則的表述 《環球時報》說 即使在黨綱裡刪除了一宗原則 也並不意味著民主黨放棄了一宗原則 竟然處處為民主黨說行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特朗普昨天去到維珍尼亞州的阿寧頓那裡 出席了國家政策委員會的會議 在會上他就猛烈地評擊民主黨和拜登 他就說在過去一個星期 民主黨人舉行了美國史上最黑暗 最令人憤怒和沮喪的全國代表大會 民主黨人連續四天地攻擊美國 說美國是一個種族歧視和可怕的國家 需要獲得救贖 拜登聲稱看到美國的黑暗 但特朗普說他看到的是美國的偉大 他還批評說拜登的演說沒有談及到最重要的事 包括沒有談及到有關執法的問題 沒有談及到怎樣為民主黨人控制的州份 帶來安全的問題 特朗普批評說民主黨人是毫無頭緒的 而且拜登從來未以任何方式提及過中國 特朗普認為一旦拜登當選的話 中國將會擁有美國 特朗普說不會讓這件事情發生 他是唯一代表著美國夢 對抗無政府主義、瘋狂和混亂 另外特朗普還提到 就著現有的情報所見 中國是很想拜登勝出的 特朗普還說 如果中國想他勝出的話 對他來說就是十分之無辱 特朗普對於民主黨和拜登的語氣 真是非常之重 至於在他這番說話當中 提及到拜登完全沒有提及到中國 事實上原來看拜登的演講稿 是有提及到的 他唯一一處提及到關於中國的是甚麼呢 就是關於美國生產醫療產品的問題 他就說要避免過度依賴中國和其他外國國家 但始終在演講當中 他完全沒有展述到 有關於民主黨和拜登的對華政策究竟是怎樣 他是避而不談的 最多在講到關於生產醫療用品的時候 他只是拘捕過中國這個名字 所以特朗普批評拜登說他沒有提及到中國 是錯不完的 不斷地說一下中國的名字 就叫他提了 等同於是沒有說沒有分別 好了 這番演說 大家都聽到 覺得拜登是這麼完整的 但是 《環球時報》也不是這麼看 《環球時報》在8月21日登出了一篇文章 標題叫做 《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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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時報》也有作出評述 他們說 值得注意的是 拜登的演講中只有一數提到中國 拜登說 將會在美國製造需要的醫療用品和防護設備 並且將不再受到中國和其他外國的擺佈 他們引述了一位中美問題專家朱鋒所說 就說 拜登在演講中很少提到中國 或者是他故意的安排 以免將中國政策問題 變成特朗普對他在競選關鍵時期的一個把柄 從而避免被牽著被指走 嘩 簡直是拜登肚子裡的蟲一樣 幫拜登想起的原因 為何他少提中國 簡直說到 拜登是特地安排 你說這些是否對於拜登的一份加持 事實上 拜登在關稅問題上 對中國伸出了橄欖枝 《環球時報》 一向對於美國政府的要員 都是戰狼上身 但對於拜登很輕手 不提中國就幫他想起原因 自圓其說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呢? 不僅是拜登 連民主黨在黨綱裡面 刪除了一宗原則的表述 《環球時報》也有事幫人兜 真是奇怪 他們就說 跟拜登演講小提中國不同的是 民主黨的新黨綱有另一番面孔 民主黨在新黨綱裡面公然刪除了一個中國原則的表述 他們又引述了一位叫做社科院美國問題專家呂祥的說法 他說 美國兩黨的黨綱一般每四年的全國代表大會都會更新一次 其實跟競選沒有甚麼必然的關係 歷史上都不會受到太大的注意 比如說2016年共和黨的黨綱和特朗普一系列極端的做法都沒有直接關係 競選團隊準備的競選綱領 或者跟黨綱有接近支柱 但是絕非是同一件事 他還說 民主黨黨綱刪除了一宗原則表述 並不意味著今後的政策就是否認一宗原則 為甚麼要刪除呢 原來綁綱和競選的綱領是兩回事 人家刪除了 就不代表以後都會否定一宗原則 簡直是 不知道以為民主黨和共產黨結盟一樣 哈哈哈哈 即是幫他講了好說話 你引述的專家幫他講 即是和你講沒有分別 簡直是有加持作用 因為一個中國原則這麼敏感的議題 在黨綱刪除了相關的表述 不但沒有遭受環球時報的口誅不伐 反而得到他罕有的諒解 體察到民主黨的黨情 然後這篇文章還繼續幫他們講好說話 說黨綱其實是沒有約束力的 就算刪除了一宗 都只不過是一種模糊的表達方式 刪除並不等於拒絕接受 另外還說到刪除一宗 肯定就不是好意 但之後會怎樣做呢 就另一回事 民主黨黨綱刪除一宗原則 只是代表不提 是一種淡化 不代表以後都會否認一宗 中國不須要過於密切關注 美國人怎樣的用詞 即是說到 民主黨好像打橫行打斜行都行 另外 裡面的專家還說到一件事 說特朗普在對中國的議題上 擁有著巨大的優勢 民主黨黨綱刪除一宗 是不想在中國話題上被特朗普拿著把柄 成為了特朗普的攻擊對象 也不想在中國話題上簡單的示弱 哦! 還幫人知道 想起真實的原因出來 人家對你不示弱 你也下壽落 那是怎樣呢 是否因為拜登曾經說過 說他一旦上台的時候 就會撤銷特朗普時期 所加徵的對華關稅 所以無論他的顯示用詞 是怎樣都好 大陸都覺得無所謂 所以我對於有一個說法 就非常之質疑 有些人經常都說 對華政策強硬是兩黨的共識 那我們又回想一下 2008年至2016年 奧巴馬和拜登執政的時期 一樣在議會當中 就是由佩洛西做眾議院的議長 他的對華政策夠強硬了吧 但是始終白宮的取態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白宮就是掌控了 行政決策的權力 若然只有參眾兩院 在娃娃鬼叫 而白宮是無動於衷 是軟皮蛇的 其實國會通過的決策 都是發揮不到應有的作用 正如現在特朗普的幕僚說 他三至四天就會推出一些 針對中國的措施出來 這個明顯地就是行政主導 這些國會沒有怎麼說 是特朗普和他的幕僚 自己想出來的 所以 就算你說兩黨共識 我不會質疑 但到底拜登是怎麼想 這件事都很重要的 兩黨共識 不是發揮到最大作用 否則需要選總統出來的權力 最大才可以 更何況 大陸媒體的取態都很明顯 對民主黨和拜登是有善一些 對共和黨和特朗普是厭惡一些 因為大陸媒體自己都說 特朗普是不可預測的 而拜登起碼是有可預測性的 當然拜登有時他自己想完 自己記不記得也不知道 但起碼來說 大陸也跟拜登打過八年交道 拜登做副總統八年 其實他有什麼招式有什麼路數 大陸已經是看穿了 而且他根本是處於一個回堂的狀態 難道他到現在那麼77歲的高齡忽然之間 一反常態上台之後 比特朗普更狠辣嗎? 說出來也沒人相信 所以既然都被大陸看透的時候 大陸當然想拜登上台多於特朗普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